接连三波的新冠肺炎疫情让香港旅游业濒临,而与之具有密切联系的酒店业运营近况已不容乐观。 对此,部分酒店开始转型求生。 坐落于香港红刊的家里酒店,近期便与本地企业The Desk合作运营共享办公室,以求突破困境。 香港The Desk联合创办人许彪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,谈起共享办公室这个概念,许彪称并非新鲜事。 共享办公室,顾名思义就是可被不同人共享的办公室,多数时候设在商业区。 而许彪却将这种共享模式搬到了住宅区,通过与酒店合作,把酒店的大堂和宴会厅改造成办公室,再出租给有需要的顾客。 许彪表示,是疫情让他看到了这个商机,于是便进行了大胆尝试。 因为疫情,会令到遥拒工作,会成为一个新的趋势。 可能会大家都在适合不同他们的工作性质,或者他们的需要,在不同的地方做事。 我们很想尝试一件事,就是进行了住宅区,其实是否有一个新的需求呢? 其实香港住的环境,大家都知道,就是比较,就是不是那么容易专心去做事了,其实。 那反而就是,住在这里附近的轮舍,他希望找一个专业的工作的地方,给他专心做事,这个需求就是在这里来的了,其实。 许彪的首次尝试出有成果,深入住宅区的共享办公室,在一个月的时间,便达到了商业区共享办公室三个月的入住率。 一个新开的共享办公室,可能需要三个月时间,可能先去到40%至50%的入住率,这样。 那但是这里,我想我们第一个月已经做到这一样东西了,那原来这一类型的新的需求呢,是比我想象中大,其实。 那证明可能这个真的是一个新趋势,如果真的是一个新趋势,呢,未来的共享办公呢,就可能好像便利店那样,是全香港不同的地方都会有了。 疫情的延续增加了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,许彪却对共享办公室的前景表示乐观,因为共享办公室具有两大优势,弹性与资源共享。 我想共享办公室,其实有两样东西是很重要的,其实,那一样东西就是它的那种弹性,比起传统的写字楼,其实它是更加灵活的,其实,你因应你的生意, 扩张或者收缩,你都可以,就是,去到,将你的支出,去到因应改变,其实。 那第二点就是那个资源共享,其实,和会员和会员之间,大家那个协作,这两样,这两样是很重要的元素,其实。 对于疫情下共享办公室的防疫问题,许彪已有所准备,共享办公室有两层防疫措施,力求最大限度防止疫情的传染和爆发。 酒店本身,它的防疫措施都已经是很严谨的,其实,你看到你出出入入,其实,都有了量体温,清洁的手,其实。 和酒店本身的清洁,都是做到很严格,很严谨的。 那The Desk本身,也是有一套我们自己的防疫措施。 那我们是每一个会员,或者是访客,其实都要求去申报他的健康,其实。 每次进来都要的。另外,我们本身,我们内部有一个团队是每天都监视着, 不只是我们的空间里面有没有人感染,连我们的轮舍,我们都监视着。 许彪称,目前The Desk在全国有8个共享办公室,其中7个在香港,会员已超过700人。 他坚信,办公模式在改变,共享办公室将会越来越流行,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,共享办公室能遍布全港。 他也希望这种特殊的模式也可以帮助身处困境的香港酒店业,在疫情下找到新出路。